彈弓版本的98k,Double Belt和Gas Bow 這一支就是彈弓煲 彈弓煲很明顯看到彈弓在煲中間的縫隙 這支插槍很簡單,這支插槍鍵 我們不需要按鈕,純粹按鈕 按鈕鍵進入Spring Bow的身體 鎖住,要拆開後再向後扣燒槍 先打開空槍 壓力是向前推才有壓力 後扣是舒服的 現在進入彈器試試看 可以試試進入彈器 最有樂趣就是進入彈器 現在進入彈器 不算大力,煲腹輕鬆便能推到 繼續不用怕 把鏡子打開 好,這樣就清潔了 這支版本有一個Scope 拿出來給大家看 這支是送的Mount 以及跟著的鏡 這支鏡子不要要求很高 因為它很輕身 樣子是幼身 像二戰那些很低配率的 我記得以前是美國買真槍送的 搭單送的鏡子 美國客人說 在美國買回來都是扔的 不過有好過沒有 好像買了很多包裝 好像有很多東西買真槍用 這個Mount 我估計都是用Talaka的 用這支綠角蝉 把它鬆開 而線路上去中間位 好,我現在示範一下 如何上這個Mount 這條蝉是廢的 因為不適合尺寸 我們用回自己的蝉 把蝉鬆開 然後 然後 鬆開後 底部便會 平均 沒有東西響著線路軌 需要再按一下 這個按鈕 鎖住這個 凝固 我們由後面推上去 這個按鈕 接著 把這個按鈕 就是這麼簡單 你需要一條適合尺寸 這個按鈕 就能做到這樣 頂部也是 鬆了四個螺絲 然後坐一支鏡 我記得 Eye Relief 如何設定都設定 設定得不太好 你便當好看一點 如果你之後買到一支 真的Scope 就量度這個 鏡身的粗度 這樣便能上去 但大部份 98K的真鏡 都價值不非 老翻的 都是像上海有做的 但是 Ebay 會見到 但上海 是不會直接賣給香港的 它是做一些美國 玩真槍 或者歐洲玩真槍 98K的人的生意 那些鏡 都有三四種 我記得印象中 很久以前在Ebay 看過 都不便宜 那些千多二千元一套 就好像 好 停止 好了 裝完就是這個樣子了 我剛才完全 是看不到很清楚的東西 如果你把倍數調到六倍 我現在設定闊少少 設定到三倍 我是要這樣 那個Eye Relief 才是最完美的 但是 不是肩殼式 是怎樣都看不到的 就是這樣 最後幾支 盡快來 有Gas Bow 我們多入了Gas Bow 給之前那幾水 漏氣的玩家 Gas Bow 900K 漏氣的玩家 更換 CB蛋還有兩支 每支100元 最便宜 這些CB蛋 加入5顆蛋 加入CB蛋 80元一個 好 這兩支 都是最後的 手拉 Springbow 的 木層 拍攝給大家 看看 那個 漂亮的程度 我覺得性價比 已經 無可比擬 有鏡 有跳渴 有性 我已經 用這個 是已經 用入貨價賣給大家 1400元 因為以前 不止這個 價格 還有沒有鏡 現在有鏡 有鏡 對 清貨 這支 木紙 如果你說 OK 這支 不喜歡 有些錢 也有選擇 98K 這支 就是Double Bell 或者以前 D-boy抄的 Malushin 跳殼 98K 金色殼 金色殼 我們現在 賣3,800元 很漂亮 那些木 卡起來 看到一支 金色殼 這支 金屬 這支 槍身 是有marking的 當然有日本製作單位的 不好看的Malushin 但都有一些 扮得軍marking 一支 木身是完美無瑕的二手 看到Gasbo 蛋是漂亮很多的 真的 一分前一分貨 互相撐到那種 銅的聲音 不知道是銅的 我覺得是銅的 這個重量 重的 不是那些雷艷成的金色 跟這些殼 放在一邊 就知道 直鈔 Double Bell 或者D-boy 形狀 是否一樣 這支二手 6mm版本 大部份 都是買到8mm 8mm 就少人存 6mm 就多人收藏 影漏了 有marking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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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看看 Holy Rorya 老幡Razor鏡 這個漂亮 只剩下一支 小火車頭 Holy Rorya 顏色也漂亮 實際上 肉眼看朱古力色 現在拍不到出來 原價1500元 現在九折 剩下兩支 還有一支 MWC 有cerico 的 比7.62 SKAR HR SR25 都可以安裝的 有cerico 鏡 這支 比較貴 2450 剩下一支 另外 Holy Rorya 這個M27 專用的 有兩三支 原價1380 都是九折 然後 有一支 True Go鏡 2300 2300 只剩下一支 另外 有支 坐在這裏 很靜靜地 黑黑黑黑的 其實是好東西來的 這支 FPR 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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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 是4加1 那支 這個長一點 我記錯應該是16吋 如果齊 這裏就14吋 15吋 鋼 鋼 還有 MASA TACTICAL 的 Adaptor 加一個 MAID GRIP 加一個 CTR M4尾柄 這瓶二萬多元 有這個帥哥的中期營手火托 還有一個星期就結業了 都找到一個比較有趣的XM26 這個已經壞了飛鱷勾 當時我多手把一粒APS870的CM870 放入這架子 然後就弄壞了跳殼鍵 但我們師傅當時弄了一個很漂亮的舊花 看上去像鐵 但我記得這是膠身的營物 有些金屬 但我們也弄好這個金屬,很漂亮 這些Grid也可以換 可以掛上M4 我記得十多年前的電影都是這樣裝上 這枝原價還未做舊花 都1250pps 做了舊花 我當時打算自己保持的 誰知自己弄壞了 現在你當作裝飾用的 八百元 只有一枝 其實它可以操作到 不過是跳不到彈殼 你可以手撈一粒PPS彈殼 進去BARREL 其它的設計 前准星是可以接下 接著這個就枯在 M4 Ultra 太陽環 前准星是可以接下 這個掌握可以拍下 腰可以擦槍 其實聲音都可以 入甲方面 像一個 AK 甲 扣上去 我這個勾應該弄回了 無論如何,你也來試試 清貨 這個勾可能沒有死,是裡面的勾死了 看到了 裡面的勾 就斷了 剩下單邊勾 你們自信有能力 治好就接了它回家 美觀程度 我給100分 因為是我們做的 非常有 鋼感覺,還要用殘了 鋼感覺 火帽就是 這個位置拐下去 就縮短 就是這個順位 這個就是 鋼在 鋼在M4 Barrel 那裡 是,代替前准星 replace 應該這樣 可能是這裡 看看說明書 有說明書 是 TPS XM26 對,我說沒錯 就是後小孔 枯在三角晉升上 我也是第一次看這個位置 原來,底部按鍵 它就是把槍 可以不停擦 解鋼 排彈方面 它要這樣一個一個 鋼 不可以在 正上方 要前一點 每顆是前一點 這樣推進去 多謝大家的訊息 我都收到不少朋友 都會說很懷念 我們CLW 我們都 將你們的訊息 有留下 非常感謝你支持 我們這幾天都會 不停拍片 告訴大家 清楚什麼貨物 的